筷子轻轻一夹 芋头松软成馅 这一道美味的芋头排骨酥汤 国宴主厨阿沁师说 排骨不用油炸 一样可以煮出香醇浓郁的口感 蒜头跟大胺的葱 经过油把它炸过之后取出 那下去做煉汤的汤品 那这一个炸好的很香的蒜头跟葱油 我们就下去腌这个排骨 所以它在蒸起来的那一剎那 大家对于这个味道会觉得 哇这个根本是炸的 所以我们这个香气的由来就是这样子 台中市农业局辅导农会 以大安农特产做产销履历 邀请国宴主厨阿沁师亲自做指导 将在地食材新鲜的芋头 变成一道道美味的料理 就跟我们在地的农产芋头 葱还有太平的麻毒笋来做结合 所以这样的开发 阿庆师本身都他对这个整个食品 非常的掌握 亲身立起我们那个肉片市场的工厂来做这个调理 将大安的农特产结合畜牧产品 开发出一系列的冷冻调理包 除了可开发新用途外 也希望可解决农产品量多驾崩的情形 让消费者在疫情期间不出门 就可以享用到国宴主厨的料理 新南亚台电视王源杨淑棉台湾台中采访报导